レオ聊世紀 天天用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統治杯的比賽 紅牛統治杯現在繼續熱烈開打當中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8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Pera 來自加拿大的世界冠軍 那越南人他的特色是他的伐木 跟經濟科技的研發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拔木技術 農田技術 輪走都很快 所以他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多玩一些村民 那越南人他的經濟科技也不需要木頭 所以前期的經濟發展很快 而且射箭草本身就有血量的優勢 出來的單位都有血量加成 整體來說越南人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但是他後期有個大問題 就是他沒有三共的關係 不管你是要出槍兵或是肉馬 或者是騎士呢 打起來都會有一點傷害不足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他的特色是挖石頭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劍塔可以自動升級 所以哈特他是比較適合打塔攻路線的 哈特他是來自秘魯的頂尖玩家 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也可以知道 哈特是非常厲害的玩家 朝鮮人他的特色是他的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一開始走工兵路線 就有這個防弦上的優勢 哈特是有血量上的優勢 兩邊都是偏工兵系的文明 那這張地圖比較痛苦的地方是 其實黃金並不多 就是跟阿拉伯一樣一個主金兩個附金 然後接下來就是中間的少量黃金要去爭奪 那再來海域的部分呢 雖然海上有這些石頭 但是要碰下海域才行 開局方面還是要先去掀起 去挖木頭 然後下碼頭去捕魚 那這邊兩邊捕的位置 是正對方的位置 所以兩邊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但是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我現在都不知道兩邊有沒有來去捕魚 先看看哈特是在上方 那哈特是在下方 這邊補了一下 看到碼頭了 你剛才補而已 那這血跡的哈特已經有看到上方已經有碼頭了 所以他知道這是第二個補 阿特是兩邊都補碼頭的策略 好拉了一隻村民 過來蓋碼頭 現在四隻毛兵過來圍剿這隻村民 後面的毛兵過來防守了 火戰船過來燒一下 洛馬去追 這隻村民一定要追死 結果直接被頭馬頭死 哇 HERA這邊為了要拿這隻村民 直接躲到了毛兵的射程範圍最小裡面 好順利的拿下這隻村民 哈特一開局 就被拿下了一村 但是HERA也是 HERA哪首死一村的呢 欸 從哪裡死去的 沒有看到 好 這就很懸了喔 哈特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已經拿下了HERA一村 好兩邊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好這裡遊戲節奏很快喔 帝國戰爭模式 好點下了一幾農田 好這邊也在戳 這隻村民想要捕魚 有點難受 好再再打30下 就可以收掉這一村了 好但是火彈船來了 來火彈船應該是打不到 好往後拉應該就打不到了 哇這可以走這麼遠 原來他可以走到這裡啊 那就守得住了 哇因為他前攤可以走這麼遠 OK那HERA這邊點到城堡時代之後 要轉兵嗎 繼續走工兵嗎 走越南的毛兵路線 那越南人他的團隊加持呢 是可以升級帝王戰矛的 最後期朝鮮人打戰矛也沒有希望 而且打馬戰車也很容易被帝王戰矛給壓制住 所以朝鮮人這把走馬戰車的勝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走強奴跟戰矛兵 或是走這個其他路線 可能勝率更高 那更好的是走插箭塔的路線 平行箭塔能夠自動升級 自動升級 好那HERA確定是走戰矛兵 升級路線 HAT這邊也是走戰矛 兩邊可能會前期戰矛互丟一陣子 好二級色也點下了 HERA可以先升級喔 好海戰部分現在已經打贏下方了 現在兩邊都有各自的 狐可以吃 HAT是獲得上方的狐群 這個魚群可以吃 好這也是決定要開TC HAT這一波是開TC HERA也是 喔收掉這隻 不如魚的村民 好HERA等一下一擊射 不是一擊射 一擊馬凱 好 要走馬凱了 那 朝鮮人 HAT也是走戰矛兵路線 看到騎士之後 想要回家 但是對於 自己是朝鮮人這件事情 還沒有打出任何的優勢 HERA則是選了越南關係 現在血量是42滴 打上35滴 那這個地方還是要趕快先去按生旅 去做防守跟減生物 這張地圖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黃金很少 所以聖物一定是要減 好HERA這邊走進來發現 原來你修道院還沒下 HAT這邊節奏有點被打亂喔 修道院這個時間下得有點慢了 不是那麼的快 好 好木頭有點爆喔 478 我要再補一個TC 不然騎士衝進來後面可能會守不住 HERA這邊有點措施良機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往前走 不太輕易往裡面深入 HERA這邊看到生旅了 又抓掉一村 好這邊 好這邊招翔 但是招翔那隻戰毛兵死了 往前走走過去 搜進去 生旅沒死 戰毛兵有點送光 好HAT這邊毛兵還要繼續按 這裡趕快趕快 補村民 現在HERA還是雙TC 第三個TC也終於補下了 OK也是要走 開TC的路線 那HERA現在這裡有 GC上的優勢 生物的部分 可以考慮開時間 看一下有沒有補修道院 家裡沒有補修道院 看來是相當自信 想一波帶走嗎 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HAT這裡補了大學 先點個彈道拳再說 好 戰毛兵也拉上來 HAT生旅 招翔一下 混蛋 這招怎麼招 猶豫了 不敢打 因為戰毛兵數量有差距 看起來是有差距 有點害怕 怕招下去會被一些毛兵投爛 所以不想招 現在HERA已經開始前置了 工程器製造所 這波招翔 有料嗎 OK跑掉了 下方騎士在進攻了 這張地圖 HAT到現在 還沒有打出自己的劍塔優勢 好毛兵在投矛了 兩邊數量差不多 HERA開始把外圍的 這一些 生女招翔 最後有招到兩隻 但是生女要死去了 哇一隻打到騎士 哇HAT這裡沒有空好 你看 又送了一隻騎士 送了就走了 好家裡的主金快要守不住了 後面居然還有一隻槍兵在後面站崗 還有HERA哪時候偷偷流進去的槍兵 好騎士這邊抓村民很賺 HAT居然沒有看到 一大堆村民都在發呆 怎麼辦怎麼辦 HAT這邊有點忙不過來 正面TC 一直被砸 村民開始出現了大量死傷了 HAT這一波被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有點忙不過來 村民還在發呆 好這裡補了一個採礦地 HERA點下了一擊 這個耕種技術了 看來是要走騎兵路線 朝鮮人的騎兵路線呢 他的馬是比越南人更爛的 沒有山崎馬海 也沒有這個品種 這個怎麼 砸死自己的騎士 這個尷尬啦 HERA HERA 糗了 好 砸一發 走掉 砸在跑嗎 打頭車 生鱗 吐了 頭車細節 就是要非常小心 周遭的站位 有時候就會輪空不過來 HAT這一把明顯的是 被空爛了 被空爛了 好 頭車砸個一發 頭車兩邊互砸 這把壓制力非常十足 繼續頭 換掉頭車 兩邊變成頭石車大戰了 那朝鮮人 只要點下他的 金冠技術 頭車的射程 可以再更遠 所以其實打頭石車 對於戰們來說的話 朝鮮人會有先發 先發優勢 但也要等到後期啦 但後期通常也不太會打頭石車了 那這把朝鮮人的馬戰車被封印住之後 HAT其實不太好打這張地圖 好 點下帝王時代 沒意外的話帝王時代 還是會繼續走戰毛兵路線 如果繼續走戰毛路線的話 對於HERA來說優勢會更大 如果走戰毛路線的話 HAT就可以考慮走頭石車路線了 金罐頭石車 好 生物開始撿起來 HERA開始在空地圖了 好 劍塔開始要插了 不然想起來 這裡是朝鮮人這件事情 朝鮮人就是要插塔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OK 插了一根 好 這裡開始有 有想法了嗎 劍塔兩根 勝利著想必退 頭車三台 開始轉馬戰車了 OK HERA最喜歡 玩越南的時候 遇到你出馬戰車了 但是 這裡要面對的是 還有頭石車 火號傷害一發兩個 我想說這個 攻城七製造所 這樣砸是對的嗎 怎麼沒有分上來的 HAT這裡 所以說 有點初心大意了 居然砸這個攻城七製造所 沒有辦法把頭石車分開來 好 HERA這邊走騎士路線嗎 唉唷 本來想要升重裝騎士 但是先轉了帝王戰矛 這東西是直接取消 哇 拍到了一發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頭石車一出來 直接一個突襲 這個攻城七製造所 要趕快拆 不然一直被打太難受 好 HAT這裡也點一下了化學 兩邊的工程戰 現在對於HERA來說 是非常有優勢的 現在朝鮮要打贏 火炮是關鍵 還有頭石車的升級 那越南人 他這個文明 生旅的問題 是沒有 救贖思想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 對方會有這個 生旅招搶火炮的問題 或頭石車 基本上只要防好騎兵路線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還好 越南人的騎兵有三級馬卡 被大型機塔射啊 或是被這些 馬戰車打 所以問題並不是太大 好 點下了銀罐 一成技術 這個 劍塔的射程放圓 非常廣啊 好 槍兵升級 有上去嗎 陣女直接被點掉 帝王在矛 傷害很高 射程8的一發頭矛 一隻 哇 帝王這麼好強 直接頭爛了 馬戰車跟頭石車 騎士在後面開始繞了 那趕快槍兵回首 這裡居然有洞 酷了 有洞100分 Ara 直接 衝爛了 好 直接點下來劍朝霞 但是帝王在矛 更不care你的劍塔 火炮 馬戰車全部點光 好 後面騎士 努力檔 好 把這些騎士戳光 好 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問題不大 好 前發的騎士 現在 繼續補了過來 現在是補肉馬 但是劍塔一根根被拔除了 哈特現在是越打越烈士 雖然工程工程師是有 但是正面的騎士直接突破 防蟹直接打爆了巨型偷石機 現在火炮也沒有辦法正常的生成出來 現在Hera也有火炮上的優勢 劍塔快被拆光了 哇 Hera的帝王戰矛 扛不住 好 越南在這方面真的是有點猛 消耗戰來說 帝王戰矛真的很能套啊 這個攻擊力8點的能力 讓他完全不像是一個垃圾兵的感覺 而且血量又多 42點 射程還是8 超限這邊的問題 則是射程 也是8點 但是傷害是7點 差一點傷害就差很多了 而且還有這個血量上的劣勢 出馬戰車也不行 出馬也不行 現在 哈特出什麼都不對 只能出工程器 喔有了 這一發工程器 砸掉了兩台火炮 喔 現在哈特要全力產工程器跟戰矛兵槍兵才有機會擋得住了 變成後期的工程器大戰了 因為朝鮮人騎兵路線是不用指望的 完全不能指望 喔 又要想要點火炮了 一發 兩發躲掉 投資車砸了一發 哇 死了一堆帝王戰矛 好 越南戰矛這波有點失誤 有點太硬要了 好 但上方這裡好像還沒有辦法安全守住 Hera只要繼續走多線應該就沒了 但是Hera這邊是直接點出了毛相夫的升級 直接用大象一波帶走 哈特有意識到嗎 看到馬就應該是有意識到 越南毛相夫 420滴血 是192遊俠的一倍血量 來了 來了 越南最後的致命的一擊 毛相夫一波帶走 朝鮮人點下了武兵鎧甲 槍兵還升不上去 黃金有點缺 這塊金被控住 好上方騎士溜進來了 這一波又在抓一些村民 槍兵只有一隻在防守 結果這個槍兵還被打死 吐了 這波要被抓了非常多村民 哈特家裡已經一片炸裂 大槍兵還升級不上去 這一波打完 雖然經濟應該也炸了 哇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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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特是不是沒有蓋四季啊 他的木頭有點炸裂啊 趕快撒農田 但是你撒農田 好像沒有辦法補正 現代經濟劣勢的問題 好 越南人點下了銀罐 恰特拉傘 來看一下這個血量 420滴血的精銳毛相夫 這個毛相夫一登場 遊戲就要結束了 百分之百 不用懷疑 因為槍兵 連大槍兵都還沒升級上去 OK HERA這邊賣了一千木頭 換了六百黃金 太爽了 木頭居然這時間點賣 還有六百多塊 來了 HERA看到毛相夫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HERA這一波 打得算是很兇很兇 但我覺得他有把這個 越南的特性打好打滿 讓我比較意外的是 兩邊居然沒有在專心打海戰 反而是兩個文明 都是專心打陸戰的 這個情況 那哈特這邊最大問題 可能就是沒有進行塔攻壓制 或是塔攻的這個防守 雖然前期剛剛有一波防守 但是後續沒有在家裡繼續插 也有可能是沒有去上倒 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沒有辦法支撐 朝鮮的塔攻優勢 那HERA這邊石頭還有一些可以繼續再挖 我覺得這張地圖 哈特應該是有想過怎麼打 但是沒有想到 HERA的攻勢這麼的猛烈 前面這幾個箭塔馬上插完了 不然HERA可能是想用這些箭塔 爭取時間 然後趕快上倒 去挖石頭 結果沒有辦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